我姐啊,你怎麼還不開口說話啊? 經典童話故事《白雪公主》 這回在《湖光山色》藝術季 以旗艦製作《森林七矮人》搬上舞台 首度集結六系青年新秀跨劇種連演 由京劇王后、歌仔系王子與客家系公主 以及七位小矮人 分別運用國語、台語、客家話、三語標系 並運用AI技術將虛幻魔鏡幻化成真 在台灣《森林七矮人》的合作 是一個以往在作品上面比較新的方式 因為是集合了包括金劇、客家、歌仔的作品 其實在發展上面是一個有很大的突破 在台詞的拋接也是相對的挑戰 我自己非常期待這次的首演演出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是客家人 我是密南人 所以其實密南話我是聽得懂的 然後從小在戲曲學院讀客家系也有學習客家話 那國語就是平常我們生活中所用到的 對,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並沒有覺得這次在演員之間的對話中 會有什麼比較聽不懂的地方 對,但相對對其他演員來說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客家話其實在台北來說 就是比較少見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用台語較多 所以通常可能我講完 我使用客語講完話 然後可能我的對手演員會 欸,你講完了嗎這樣子 其實就是要一直去看劇本 然後呢跟在那個什麼 跟同學有時間的時候就常常多聽他在講什麼 變成就是我們變成是平常我們聽的時候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聽得懂他念什麼 可是變成就是我們在做這齣戲的時候 有些話我們聽得不是很明白 我們變成就是要非常的專注去做這 就是去盯場這件事情 那麼這樣這個表演呢 最後大家能夠呈現出看到什麼樣的一個特色呢 剛剛提到母語的一個保存 也是我們需要很重要的一個任務之一 所以三語共同演出的特色 恐怕也是在戲曲學院的公演當中才會看得到 那最特別的它還導入AI的技術 如何讓AI的技術在舞台上呈現 特別是一個傳統戲曲的表演當中 這次呢在AI技術的展現是魔鏡幻化成真 那麼接下來我們又會成立一個 這個AI研究的教育中心 我們希望導入的是呢 如何藉由AI的技術 讓我們各個科系的演出在舞台上的實踐 能夠被看到 要我們寫成是很難 但是要我們搭配著AI來表演很容易 這個部分我們借重外面的專業人士的力量 希望我們在AI的舞台實踐方面呢 從今年會跨出第一步 從森林七海人這一個劇就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當然會持續的更加發光發熱 11月26日開幕演出 則是由戲曲音樂學系帶來 梨原廟運奏輝煌 集結金句鑼鼓曲牌 歌仔戲組曲 客家八音笛等經典曲目 其中喇叭弦是日志時期台灣特有的金屬 紙胡琴類擦弦樂器 與小樂隊金胡精彩共鳴 讓人耳目一新 這次喇叭弦的這個創作呢 它是把這個沉沒了50多年的這個樂器 把它考古延伸出來 然後呢加上了這個金句的元素 那我們把那個雜美案的金句的經典的這個片段 結合在裡面 那希望呈現給聽眾呢 融合耳目一新不同的感受 這個樂器呢 它基本上全部都是那個銅製的 所以跟以往弦樂的樂器是木頭不太一樣 那它特殊的一個喇叭的結構呢 讓聲音非常的大聲 也可以甚至不用加麥克風 都可以讓聽眾能足夠的聽到 這個富有一個獨特嗓音的這個色彩 因為像我剛剛說它是金屬製的 所以它的音色出來會比較硬一點 就是會譬如說像人的個性 有些人的個性比較直接 那它出來的聲音就是大概就是硬一點 那像二胡它是木材製造的 所以它的聲音就比較柔和 我們這次演的這個作品呢 它是前面 就是前面的慢版後面的快版 是純契樂演奏的部分 那中間那一段就是拉包枕的唱腔 胡光山色藝術季自2020年開辦以來 已經邁入第五個年頭 每年皆以傳統藝術多元融合的 文化精髓和表演藝術魅力 展現戲曲學院學生長期深更勤練的成果 並將戲曲藝術融入社區文化 關於呢這個我們胡光山色的藝術季 確實是今年2024邁入第五年 那麼當然是所有觀眾朋友 真的都不應該要錯過 那除了是我們大學部 宣布學生的訓練成果的展現之外 每年如何在傳統戲曲文化當中 導入新的思維 時代的訊息 這當然是我們持續努力在前進的 今年的森林七矮人的演出呢 除了這個三戲 應該講六戲連演三個語言 國語台語客家化同台標戲之外 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讓戲曲音樂學系做了音樂的編創 以及現場的文武場 也讓呢這個民俗技術學生 擔任是魔幻精進展現特技的演出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舞台燈光音響和場部呢 都是這個劇場藝術系學生來擔綱 在一個六戲連演的一個呈現呢 會是幻化出什麼樣的火花 我們非常期待能夠看到 胡光山色藝術季秋季公演五大主題 共計八場豐富藝術饗宴 演出期間為10月26日到11月30日 各項演出在開演前一個月開放線上免費鎖票 歡迎民眾上台灣戲曲學院官網 藝文中心 胡光山色藝術季網頁及臉書查詢 記者林奇慧台北報導 政府議員 報告 الب… 弊